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文娟是她的初恋女友 那时徐文娟家里嫌弃她穷 不同意她们俩的事 俩人被迫分手 后来徐文娟嫁了人 她也娶了妻 现在她也算是事业有成 早就想找机会见见徐文娟 这场同学聚会来得非常适宜 徐文娟坐在车上笑着说 看到你如今生活得这么好 我也就安心了 这些年来我总觉得对不起你 刘明安心里莫名一记 她想起那时一穷二白的她 带着徐文娟去逛街 大热的天却没钱坐公交车 徐文娟还善解人意地说 她就喜欢跟她这样 手拉着手压马路 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她知道徐文娟这些年过得不好 她提出送徐文娟 心里不过是想让徐文娟看看 她不再是那个坐不起公交车的穷小子了 而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 可是这一刻 她为自己的浅薄感到亥言 所以当两天过后 徐文娟来找她 问她能不能帮她介绍一份工作 她一口就答应了 她自掏腰包 给她报了一个电脑培训班 然后将她安排在自己的公司做前台 徐文娟穿上职业裙装 衬上她还算苗条的腰身 竟有了几分当年的神韵 她大约算是天生丽质的那种女人 年轻时开成了一朵清纯的花 中年时又被岁月沉淀成了一杯纯美的酒 徐文娟感激刘明安的帮忙 偶尔会给她带一点自己做的点心 但也仅此而已 她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中秋后 徐文娟请了两天假 她再来上班时 刘明安敏锐地发现 她脸上的笑容少了 没事时常一个人发呆 她逮着机会将她叫去自己的办公室 问她怎么请假了 徐文娟抬头看她 眼里蓄满了泪 突然就一头扎进了她怀里 原来她老公发现 她工作后顾不上家里 不能像过去那样 随时有热饭热菜吃 不能想睡她时就睡得到 她骂骂咧咧将她的工资搜刮一空 去了洗脚店挥霍 她跟她吵了几句 竟招来她一顿无情 徐文娟哭着说 明安 这些年来我无数次想起你 想起你对我的好 有时我真是不想活了 命运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 看到徐文娟的泪 刘明安的手不由自主地 还上了她的腰 这些年她每每想起分手那个雨夜 徐文娟抱着她哭 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她的心就有一种抽搐的痛麻感 现在她又看到了她的眼泪 那些斑驳的泪 成为点染她心头的火 都是成年男女 又都放不下对方 不做点什么 都对不起此刻的天时地利人和 两人就在办公室那张沙发上 缘了15年前不能在一起的遗憾 跟徐文娟再续前缘后 刘明安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15年前 似乎她还是那个如风少年 她还是那个巧笑倩息的姑娘 爱情原本就是刻骨铭心的东西 那场纯洁的恋爱 被外力蛮横的中断 那种美好 就像一张照片那样 被永远定格在时光里 因为惨烈而永恒 能再次把念念不忘的初恋情人 涌入怀里 她觉得她的人生圆满了 她带她去吃海鲜大餐 带她去海边坐快艇 带她去私人会所争桑拿 听着她惊奇的感叹和兴奋的尖叫 她心底那个因为缺憾而留下的黑洞 慢慢消失了 有一次 徐文娟的弟弟因为跟人打架斗殴 是她去警察局保释的 当时徐文娟父母 那个讨好的谦卑的笑 让她这么多年的愤愤不平 化为豪气万丈 她终于让这一对曾经抬着下巴 看她的夫妻低下了几倍 两人情到农时 常常一边探索着彼此的身体 一边回忆过往的趣事 那些甜蜜与天真 都是记忆里最美好的光亮 她享受着这种 被徐文娟崇拜着的感觉 享受着她父母对她的讨好 这种骨髓里 每个细胞都在兴奋咆哮的快感 是她在其他人身上体会不到的 偶尔欢好后 徐文娟也有这对不安 觉得对不起她的老婆 她总是扶着她光滑的脊背说 没关系 她不会闹的 她也明确地告诉徐文娟 李玲玲毕竟搁了她十来年 她不会离婚 当年她和徐文娟分手后 迫切地想要变为人上人 遇到李玲玲时 她主动追求她 甚至不惜跟父母断绝关系 也要当上门女婿 因为李玲玲家 有拆迁后补偿的几百万 和十几套房 有了李玲玲家的钱 她开了公司 将公司发展壮大 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这些年 她早就受够了李玲玲 那副肥瘦的身体 岳父岳母去世后 两人更是分房而居 这天 刘明安和徐文娟在酒店一番 颠乱捣缝之后 房门突然被人踹开了 几个壮汉冲进来 有的冲上来按住他们 有的咔嚓咔嚓拍照 刘明安的心都快蹦到喉咙口 她一边手忙脚乱的 扯背灯遮掩身体 一边吼道 别拍 有话好说 来人是徐文娟的老公周博 他先是上前 啪啪啪 抽了徐文娟两耳光 将他掀翻在地 这才斜着眼睛看刘明安 恶狠狠地说 呸 敢睡我老婆 周博给刘明安两条路走 公了 他搞得强奸 私了 给他两百万封口费 刘明安汗如雨下 被告坐牢 他是万万不愿意的 可是两百万 对他来说也是巨款 家里的经济大权 掌握在李玲玲手里 万二八千都没问题 超过五万块 他就得找李玲玲报备 周博一火人 才不管他有什么难处 几个人将他拳打脚踢一顿 给他一点时间抽钱 不然就公安局见 刘明安跪在李玲玲面前 求他拿钱救命 李玲玲侧头看着窗外 如血的残阳 仿佛一寸雕塑 一动不动 过了很久 他才回头说 这桩事我会帮你摆平 你放心去上班吧 刘明安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开明 不由地对他感恩戴德 独舟发誓说 以后一定会收心 好好跟他过日子 刘明安前脚刚到公司 后脚就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 李玲玲竟然直接去报案 称自己的老公被人下套 敲在勒索 刘明晖的脸都下白了 他这是要把他往死里整啊 激怒了周博 他不但得坐牢 那些照片流传出去 他还会身败名裂 刘明晖到了警察局后 周博一伙人也很快就被警察带来了 一起来的还有徐文娟 刘明晖的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在警察的审讯和李玲玲提供的有利证据下 周博一伙人麻溜地交代了犯罪过痛 原来徐文坚和刘明安在一起后 逐渐尝到了偷情的甜头 当刘明安在他耳边呢喃地说 你就是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宝贝时 他浑身站立 幸福地几乎要晕过去 后来他在刘明安手机里 看到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合照 他无数次假设 如果当初他没有分手 那现在享受着刘太太名头和优越生活的 不就是他了 之前的甜慢慢就延伸出不满足 延伸出恨意 前任过得比自己好 很扎心 一个身材容貌都比不过自己的女人 霸占着自己曾经最喜欢的人更扎心 后来周博发现了他和刘明安的奸情 他把他狠狠揍了一顿 然后就想着 要怎么从刘明安身上大捞一笔 得知刘明安不打算离婚后 徐文娟觉得自己被刘明安白睡了 于是同意了周博的计划 亲自设计了捉奸这场戏 他原本以为刘明安一定会破财消灾的 没想到他竟然破釜沉舟地报了警 刘明安正正地愣了半天 看着徐文娟那张脸 他怎么也无法把她跟记忆中那个姑娘联系起来 这是他纯真美好的初恋姑娘啊 竟然跟别的男人合伙算计他 回到家 刘明安扑通一声 再次跪在了李玲玲面前 痛哭流涕地忏悔 李玲玲脸色淡然 没有任何反应 这已经不是刘明安的第一次出轨 他性自烈 第一次发现他乱搞时 他哭过闹过要离婚 父母劝他 过日子哪有不吵不闹的 走错了路 就给他一个机会 他有第二个女人时 他不想闹了 因为他还有儿子 闹得满城风雨 只会让他的儿子难堪 再说了 公司是用他爸的钱发展起来的 离婚就得封给刘明安 就得给外头那些狐狸精 他不甘心 他得替儿子守着这份家财 他沉默的态度 助长了他的气焰 他身边的女人画了一个又一个 但无一例外 都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直到他见到徐文娟后 他就知道 这个女人是刘明安的心魔 他没花多少心思 就摸清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纠葛 在他眼里 刘明安的情深义重 都是为了睡徐文娟 为了从徐文娟身上 找回过去被他父母鄙视的场子 为了替那个在现实面前 无能为力的小伙子 圆了当初的缺憾 这个男人明明是这样卑劣无耻 却偏要拿爱情说事 那套初恋的说辞 把他自己都感动了 如果当初真的那么爱 便是死也要在一起 能被拆散的感情 就证明他不够牢固 事实上是 他和徐文娟都变了 他们曾经的感情 早已被时光撕扯着 斑驳破碎 李玲玲看着问他 这些年 我自认为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 为什么你这么厌恶我 刘明安 哑声说 所有人都认为 我的成功是你们家给的 我能有今天 全靠我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我是男人 我也有自尊的 李玲玲冷笑 难道不是吗 难道你不是因为娶了我 不是因为拿着我爸的钱 才混到今天的吗 刘明安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李玲玲又说 当初上赶着 要当倒插门女婿的是你 死皮赖脸非要娶我的也是你 拿了钱得了好处 你又想起你的自尊了 刘明安脸色这样的通红 李玲玲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她年轻时得过一场病 吃了含激素的药物后 人就像吹了气的气球一样 胖了起来 父母心疼她 也为了给李家留个后 所以招上门女婿 这些年 她和她的父母 对刘明安非常好 为了照顾她的自尊心 他们在她面前 从来不会止气高昂 可她呢 她从骨子里 把这段婚姻定义为 她靠着出卖肉体和自由 获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所以她功成明镜后 就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 她只好用厌恶她 厌恶她全家 来得到心理平衡 需要用钱时 她亲自把自尊 扔在脚下碾压 发达了后 她又想将自尊捡起来 可是 只要她活着 她就觉得 这自尊永远都找不回来了 所以她要勾到徐文娟 只有这样 她才能找到 自己是个人的理由 李玲玲将一张纸 轻飘飘地丢给刘明安说 当初我们结婚前 可是签过协议的 在婚姻存续期间 出轨的人 必须净身出户 刘明安犹如当头一棒 脸色惨白 李玲玲说 老娘早就不想跟你过了 可是离婚得分一半家产给你 我不乐意 但是法律也无法惩治 你们这些出轨的渣男贱女 我找私家侦探 偷派来的证据 又不是合法来源 够不上告你们重婚罪 你只恨徐文娟和周博算计你 你只认他们 想让他们蹲监狱 却没想到 你只认了他们 也就是承认了 你自己跟徐文娟偷情 我为什么要把你那点烂事 捅去警察局 因为我要让国家公职人员 一起见证你们的出轨 你这么谨慎的人 你知道周博是怎么发现 你们的事吗 是我 是我告诉他的 刘明安 两眼树然瞪大 一脸不敢置信 李玲玲一直密切注意着 刘明安身边那些阴阴厌厌 当初 她和徐文娟搞上时 她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从女人的角度来说 她不相信徐文娟 面对一个被她抛弃 现在却比她过得好的男人 还能像过去那样爱意缠绵 人就是那样 我希望你过得好 但是不能比我好 刘明安大概不会想到 她在她的办公室里 车子里都放了微型摄像头 当看到刘明安 吐槽自己老婆 这块油腻的五花肉时 她彻底怒了 于是 她步步为营 一点点诱她上钩 这个恶心的男人 还真是没有令她失望 跟徐文娟 私混得得意忘形 她已经联络了人 近期就卖掉房子 和盘掉公司 然后带着儿子远走高飞 刘明安和徐文娟 这场重温初恋的代价 就是一个入狱 一个变成穷光蛋 初恋情人可不是那么好睡的 男人啊 你拿他当回事 他还真当自己是根葱了 他也想明白了 他爱了这个男人15年 却五不热他冷硬的心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强求不来 他有钱 有独立生活的勇气 没有男人陪着 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建立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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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